有迷上的那個種東西 就是種一些那個合法的植物 我就是前陣子看到我朋友 我去我朋友家玩 然後看到他種了一個胡偉蘭 然後他就說那個胡偉蘭 已經跟了他十年了 我說一個植物可以種十年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養一個東西 可是我又不敢養會動的 像狗貓這個感覺壓力好大 因為要遛狗還是什麼的 我都不能偷懶 後來我就覺得來養植物好了 於是我就去花圃買了一盆迷迭香 老闆說這草好種 怎麼種都不會死 結果我就一個禮拜他就死光了 然後我都很不死心 我就按照我那個Google教我的種 結果他還是死了 我不知道有做錯什麼事 就排水也有好 然後也給他曬太陽 他反正就死掉了 然後我就有一點不爽 我就一直擺在那邊 看他有沒有起死回生 結果沒有 但是他那一盆裡面 就長了一堆有的沒的 就是那種自己過來長的 然後我就看別有一番風味 看起來有一種叫做 暴風雨後的小草 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麼重要 然後後來我就又去買了一盆 虎尾蘭 現在就種得很好 因為它好像一個禮拜 浇一次水就好 多肉植物好像就隨便種 就是都不會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跟大家說這些 因為跟接下來的歌完全無關 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看到別人在種什麼東西 我都會特別留意一下 我前陣子看到昙花開 整個嚇壞了 昙花這麼大耶 開了以後這麼大 蛤你們有看過嗎 昙花有看過 它那個很難很難看到耶 因為它開花只有三四個小時 而且只有晚上開 然後我也有Google想要種 可是它說這個很難種 然後反正我看很難種 我就放棄了 我連蜜蝶腔都可以種成那樣 好 那我來唱這首歌 是還蠻喜歡的一首情歌 在講那個遠距離的 談戀愛的歌 這首歌叫做 我可以 在 第一句什麼 在外面一針天 Sorry sorry Let's go let's go 對不起好不專業喔 想像忘記那件事情 好 預備開始 在外面一針天 深夜回家的路上 我有點寂寞 黃色的路燈 很溫暖 很想你 我常常覺得你 就是從腳底 眼神出來的影子 有光亮的地方 有光亮的地方 只要你轉身就會看見你 我可以盡量模仿你習慣的言語 我可以聯繫怎麼樣自言自語 我想了很多辦法 讓自己不那麼想念你 我可以假裝帶著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跟我 套路遠路的風景 我其實早就知道 你一直住在我的身體 就知道 你會想要多久 你會想要多久 哪兒 我會想要多久 你會想要多久 你會想到哪兒 凌晨三点关了灯堂的床上 准备结束这一天 我这边下雨了 你那边呢 我常常跟人讨论什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 就是那天我遇见你 我可以尽量模仿你习惯的言语 我可以联系怎么样自言自语 我想了很多办法 让自己不那么想念你 我可以假装带着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更拨套了沿路的风景 我其实早就觉得 你一直住在我的身体 我知道你最近有点不安 我也知道时间会带走一些勇敢 我们的互动逐渐不再那么频繁 这不是懒散 我想这是幸福的习惯 爱情的节奏是要快还是慢 这个问题 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最后的答案 用嘴巴也很难说出来 我要用热情的心 让这一切变得简单 你再说了 可以 Vader 你 Sick 快 那么 谢谢